12月7日,世界中文大会世界青年汉学家论坛在北京举行。 来自世界各国的多位青年汉学家,围绕生化汉学交流, 探索文明互建纽带等话题,展开探讨。 论坛现场,谈及感兴趣的文化内容, 这些与中国结缘多年的青年外国学者如数家珍。 我发现我更喜欢翻译中国古代诗歌。 如果你采访什么翻译者,他们都会说, 啊,翻译诗歌是最难翻译的文学中类啊。 但是好像我有点怪怪的。 诗歌的材料是什么呢?能猜啊? 就是语言,对我来说,这个就是人类的第一个音诗啊。 我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, 大家都问我,你要干嘛,你要干嘛。 我说我不要见任何人, 我就想喝红酒和庄子来翻译一段。 老子的刀,或者孔子的刀,都不可以一样的翻译。 刀可刀,非常刀,那刀是,刀是,一个意思吗? 还是有其他意思。 这个是很多翻译和常识的,有困难的。 我个人还是比较从八十年来的,八十年来的, 过那个崔剑啊,什么的,八十年来的, 我真的很喜欢,因为很喜欢徐渭。 我自己还去过那个张贝音乐节, 我还在那边是转文,转文,对,做了天然调查。 真的很有趣的经验,要不是西方文化, 从内容看,它就跟美国的社会,跟英国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它产生了一个非常,非常有趣的,非常特色的文化产品。 我很喜欢松子冰法, 我很喜欢研究,就是每个时代怎么面临这个问题。 中国古代有这样的知识,是一个我在别的国家, 或者在别的时代都没看过那么好的书。 总观人类历史,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永恒的主题。 与会看学家们表示,中华文化渊远流长, 科技的快速发展,让了解中国的途径更加多样。 当今世界,我们更加需要了解彼此,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。 大家都知道李玛德,他是一位创教师, 来到中国,1595年在南昌发表的第一篇中文学的书是《九尤论》。 它的目标是表明西方哲学跟中国哲学有很多的共同的基础, 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。 古老的汉学家,他们一开始就明白了,为了建立一个健康的共同,一个健康的右翼关系, 最重要的是,劝调我们的相同的地方。 因为也会发现,其实相同的地方比普通的地方要多,也要重要。 中国人,现在都是一样,基本的要求,梦想,想要的,价值,最重要的价值都是相同的。 如何才能更好地读懂中国? 对此,与会嘉宾们认为,随着汉学研究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,汉学家们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,激发学术动能,为中外文明互建贡献新的力量。 我老觉得常常提到,中国的学生对西方文明的历史、文化的了解比西方学生对中国的了解要高得多。 我们汉学家的使命就是增加各方面的了解,尤其是外面对中国的了解,保持跟中国学者的关系和联系。 然后你们以后也有责任培养出一代更年轻的一批学者。